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讲第三品 昨天在我们这个世界 讲那个世界的时候 所存在所依的七世界 和能依的有情世界 这样的有情世界 依靠什么样的食物来存活 依靠有什么样的生存因 一个众生在一个世界当中 要停留的话 必须他有一种生存的 特殊的因缘和因素 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个也是 包括在一个世的缘起当中 能依的缘起 所依的缘起 然后依靠事物的缘起 就是我们众生存活在这个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的事物 来维护自己的生命 那么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从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依靠什么样的缘起来众生呢 我们这个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一般来讲这个世界的话 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极乐世界的众生 还是不清净我们的刹土也好 全部是有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七世界是众生存在的地方 有情世界在里面存有的众生 有情世界我们前面基本上讲完了 现在这样的众生是依靠什么样的存活呢 也就是说 首先是讲食者之心 有情一时而存住 断食欲戒三处行 他这里从此当中说是 所有的有情吧 所有的三界当中的有情 实际上他是依靠食物而存活的 所以他这里的食 并不是我们非要在口里面吃的食物 凡是众生维持自己的生命的一种养料 以这样的一种养料成为食物 它这里的食就这个意思 那么有情依靠食而存在的 这个食 下文当中所讲的一样的 中共分四种 断食 出食和食食 还有食食 中共有四种食 那么其中断食在欲戒当中 一般断食在色戒以上没有的 色戒和无色戒没有的 全部是我们欲戒三处 包括欲天 欲宗 因为上面 色戒和无色戒没有呢 我们前面分别戒品的时候已经讲过 当时也说了 对欲戒的贪欲没有断除之前 对欲戒的这种断食 断食没有断除之间的话 上面的色戒和无色戒 我们不能转身 就是不能转身到那里 所以一般来讲 色戒和无色戒没有的 所以它颂词当中说 断食在欲戒 然后它的本性有三处性 我们十二处当中 色身相位里面的 它有鼻和舍 身 依靠鼻舍 身三个根吞食的 以三个根借助它的 因此依靠三处 它是三处的本性 鼻并非为舍者处 那么这样的断食 它并不是色畜 不是色畜 它虽然是相位 畜 这些方面可以说是相位畜 三处是三处的本性 也就是相位畜三处的本性 为什么呢 如果是色畜的本性 应该有利于它的解脱和根 但是色畜不利于自己的根 严根就是不利于 还有它的解脱 解脱也不利于根 所以不是色畜 然后下面就是分 除诗诗语诗 它这里如果分的话 刚才前面讲了断食 然后再加上是除诗和诗诗与诗诗 我们以前也是经常 在有些佛书当中是遇过 我也是当时提过 所谓的诗诗在据诗论当中有广说的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讲了 刚才前面我们解释它的讲义的时候 在每一个食物的本体 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做介绍吧 除诗和诗诗和诗诗 总共有四种诗 全部是有漏的 其他的这三个全部可以说是有漏的 在无漏当中已经远离了这些食物 然后它们都是在三戒当中有的 后面的这三种食物 色戒和无色戒也是有 刚才断食只有愚戒才有 色戒和无色戒是没有的 总共分四十 众生依靠什么在世界当中存留呢 我们这个众生依靠什么样 在活在世间当中呢 众生是依靠食而著存的 它这里的食不一定是我们 虽然在口里面要吞下去的 所以下面的比如说 它这里接触的食物 染思维的食物 衣食的食物 这些都是包括在食物当中 所以不一定要 非要口里面吞下来 不然的话 衣食也吞下来 思维也吞下去就不行的 那么只有短食可以吞下来 那短食的话 我们给它下定义的时候 说是一颗一颗的吞下来 但实际上它是依靠鼻子和依靠身体来也可以享用 意思就是所谓的短食的概念 也是依靠三根来享用 这个比较贴切 这样的话比较合理 那么佛经当中这样说的 释迦牟尼佛成福不久的时候 对众生赐予了一个殊胜的法门 那么他通过他的智慧眼观察 众生的这种性格 众生的这种性质以后 他说是所有的众生是以时而存活 以时而存在 那么这里这个食物 我们进行宣说的时候 就可以分为在上面所讲的四种食物 那么先问说 既然说有情以时而存在 那么食有多少种呢 它这里有四种 即是短食 初食 食食 食食 他们都是在哪些节当中存在呢 就是短食在余节当中是有的 而上粮节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就是远离短食的谈语 才能转生到上节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所有的短食 短食就是现在我们这里 经常所谓的食物 就是所谓的食物 他这里的所谓的食物呢 就是如果没有断除食欲的话呢 那上节当中是不能转生的 就是特别喜欢吃饭的 整天都是想吃什么排骨啊 就是什么想吃一些牛肉包饺子啊 就是猪肉包饺子啊 还有那个甜甜的想吃的话呢 他不能禅定成就的 不能转生到色节和无色节 喜欢吃肉的人马上看五多年 就是一看的时候表情就知道 哪些是吃肉的 哪些是吃肉的 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会儿 应该是不知道你们忘了没有 藏民俗士观后面的法缘文 最好是念一遍 有藏文和汉文都有 我那天提过一次 不知道你们今天哪里 所以他这里如果今天还是缘起很好 我们要成就一些色节和无色节的禅定 四禅五通吧 四禅要成就的话 应该对食物的 对食物不能太贪了 当然欲界的众生来讲是 我们断食还没有断之前的话 真是一点都不贪 不可能的 别人吃得精进一味的时候 在旁边不吃好的东西的话 还是心里有点难过 痛苦 这一点是理解的 但实际上我们对有些行为上 应该这样去观察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这里也已经讲了 断食的贪欲 如果没有断掉的话 那不能转生到上街去的 那么大地狱当中有什么样的断食呢 那地狱当中有没有吃饭的机会呢 他们吃什么呢 到底他们有没有断食 有没有牛肉排骨 有没有今天多说一点 应该想吃的话 你们多吃一点 然后从此以后断掉 为什么是我们对这个口 因为食物实际上是我们在暂时吃的时候 你正在嘴里面叫它的时候 有点香 然后只有几分钟的时候 吞下去了 吞下去了以后便吃不净分了 所以一般有些古人 以前古人他说 外面的衣服很重要 别人都经常看得到的 吃的不是很重要的 只有脖子有三寸 三寸过了以后就不净分 所以不要吃好的 应该吃的一般都可以 穿的应该好一点 有些以前古人 我们寺院里面有一个老老 他是对所有的弟子和所有的一些他的学生 把所有的钱 这些是用的卖衣服 卖多好一点 吃的随随便便就可以 谁都看不见 他也可能不懂不懂修行吧 所以吃的一会儿就过了 凡是讲究 应付应付就可以 穿的不行 别人看起来很难看的话不行 穿的应该好一点 吃的一点都不用好 他自己也吃的特别讲究 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光是吃一点脏包吞下去 就可以了可以了 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食物贪 有些人观点完全不相同的 他认为穿的都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吃的非常重要 一地也吃好 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对断食的贪欲一定要断除 那这样的话 地狱当中有没有什么断食呢 有没有什么断食呢 他说 哪里的断食呢 就是所谓的铁球和铁铜支 铜支他们的食物 因为在地狱众生看他的业力现前 有时候地狱众生自然吞下一些燃烧的铁球 有时候他的口里面灌地狱燕落族经常无情地灌各种燃烧燃火的业体 金边地狱和孤独地狱也有像人这样的食物一样 那么像我们人这样的 金边地狱和孤狱地狱的话 实际上他们也有一种食物 跟我们人的食物基本上是相同的 旁生的食物也基本上是相同的 因此所谓的断食 我们经常所谓的食 所以希望大家现在什么叫做断食 什么叫做食食 什么叫做粗食 这些应该能解释得清楚 那么为什么叫断食呢 因为它们是依靠笔 上面在 断食的本体是什么呢 香 味 粗 三粗的本性 就是它有香的 有味道的 然后有接触的 就是这样的食物 其实有些食物也有 《据说论大树》当中对这些食物有具体的分析 但实际上它这里相为出三种本体的食物 称之为断食 为什么叫断食呢 因为它们是依靠笔舌 生一口一口吞下的食物 当然我们鼻子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然后身体一口一口地吞下去的话 从汉语角度上有一点点不同 但意思就是说是 我们前面讲分别十八戒的时候 因为鼻子的话 它的鼻根必须要接触这个胃 比如说我们到了厕所里面的时候 厕所里面不经无的这种胃尘 接触到你的鼻根的时候 这时候鼻根把它吞下去了 吞下去了以后 我们就觉得这里很臭 有这种感觉 所以它一口一口的 鼻根它的口特别大 然后鼻根它一口一口地吞下去了 然后这个生根的话 当然身体接触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它的味道 才能感受到它的接触性 因此它们一般俱事论当中都是用一口一口 或者一一的像素 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当然我们口里面 一口一口地吞下去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时候舌头也是接触了外面的味尘的时候 这时候能感受到 因此这叫做 一口一口一口地吞下的食物 鼓地名为断尺 就是鼓尔得名 那么下面就是说 我们这个舌 身 相 为 处里面只有三个 那么其他的为什么是不安理呢 那么处 下面的大家都知道处事当中已经有的 所以在这里没有安了 那么这个声音的话 声音它没有这样事物的这种 其实有些特别喜欢声音的人 是依靠这个声音而存活在世间当中也是有的 但是这种世间非常短 因此它这里没有安理 没有安理在这个断尺当中 然后相为处已经讲完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它这里的色法 色法为什么是不安理为处里面呢 不安理为断尺当中 这个方面的一个辩论 米饭当色处是一颗一颗的吞下去 那么米饭的颜色的色 它的色法部分的话 我们也不是一颗一颗的吞下去了 它的色法也不是一颗一颗的吞下去了 那为什么是它不叫这个断尺呢 就是它这里面为什么叫 这个所有的处里面呢 就是相为处就是这三个 为什么不叫这个其他的 什么我听到什么 为什么其他这个都不叫这个断尺呢 就是它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是对根与产生所以起到帮助的作用 就是它一般的断尺的话呢 实际上是对它的根也起到利益的作用 比如说它的尾啊 什么刚才的粗和有些像的话呢 实际上是对它的根有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色处的话不利于自己的严根 并且对产生所与也无有任何利益 它的所与比如说严禁所有的严根 然后严根所依靠的圣根 这些都是对色法来讲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利益 但是这也是据手论的一种说法而已 这样的所以没有利益 那么饥饿逼者不禁见到事物是有利的吗 我们有些众生他去饥饿的时候 他的旁边对一个食品他认为是 我不用操心还是事物是有的 所以原来有一个人他吃的很少 生活用品很少 后来他就特别担心他说没有吃的 然后一直说没有吃的没有吃的 最后他就发疯了 发疯了以后人们都给他想一个办法 他说我们这个家里吃的特别多 你不要这样倒行 然后他说真的有吃的 然后他们把衣服装在口袋里面堆在那里 说是你看这么多的吃的 这些都一一地吃不完 现在我们心里最臭的就是吃不完 然后他说真的是不是这样吃的 这么多吃的的话吃得到说完肯定没有问题的 我来吃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睡着了说的 醒过来的时候都是已经精神正常了 有吃的话吃得到我没有问题 就是我来吃 所以有些众生他看见那个事物的时候 也是可以对身体是有利的 这样不是色法还是对根和身体难道不是有利吗 有这样一个提出问题 但仅仅依靠看见食品而悦意 只能成为快乐感受的厨师 他这个是包括在厨师当中 下面所讲的厨师 而不是色 他的色并不是 他通过色法在心里面带来一种触觉 也有一种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就是身体里面所得到的 所以他这个呢 在居士论分析的时候它不包括在色里面 因为这个短食没有一个色的短食 它应该包括在厨师当中 假设仅仅是看到色法而如此 那么远离欲界的无奈国和阿罗汉也是 应该仅仅看到这个事物就满足了 而且从烦恼当中应该获得解脱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也无有意义 因此更何况说是具有贪心者 因此他对解脱不利 解脱不利的原因就刚才所讲的一样的 一方面就是无奈国和阿罗汉 一般仅仅是看到这个事物的话 也应该能获得解脱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阿罗汉不应该获得解脱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色法的这种短食不存在之果 有些讲义当中是把无解脱之果解释为 色戒和无色戒因为没有短食 没有短食的话 如果色法也是获得解脱的话 那么无奈国他们也是应该看色法以后获得满足 但是他们对解脱无利的缘故 因此不能这样承认 他的意思可以这样讲 若问初食等本体是什么样呢 下面讲的除了短食以外的其他的三个食 那么初食等他们的本体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初食 那么初食大家应该知道 依靠信和信所 比如说我们前面十二元气当中 都专门讲了金跟食聚合的时候 这叫做除 这个除有些居士论的诸书里面说 除了根 食 金 几句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个东西 但不管是存不存在其他的东西 实际上十二元气里面的除叫做除食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众生的信和信所要存在的话 必须有一种根 经 食 他们的因缘聚合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的 因此信和信所的不断的延续 它的不断的延续叫做除食 所以除食的本体我们讲义里面没有说 大家应该清楚 实际上前面十二元气当中 所讲到的根和经还有那个食 这三字聚合都叫做除 那么这个实际上众生活在世间当中的话 当然没有这个信和信所的继续延续吧 没有这个延续的话 众生就活不了在这个世间当中 它的信和信所不可能存留于食 所以这是叫除食 然后这个食 食食也是在我们讲义当中 没有解释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一种作义 就是作义 所谓的食 那天我们讲信所里面专门有一个食 它这里是作义的意思 作义什么呢 就是我们即生当中作义三食 作义恶食 这样开始造业 造业以后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的造业成为后食的因 今生当中的思维成了后食的因 所以它这里的思是一种作义 这个作义可以造各种各样的善业和恶业 所以居士论应该知识当中也是有的 然后它这里的食 食食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十二元气》里面讲的食 也就是说是无名和食 它这里的食实际上是终生的灵魂 灵魂入胎的时候专门有一种意识 没有这种意识的话 光是父母的不经种子积罪的话 实际上是众生不能形成的 所以这个叫做食 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所以它这里刚才那个思思 思一方面是作义 它这个作义有两种解释方法 一个是刚才我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对来世的造业 这样的作义 还有一种就是居士论知识里面 居士论知识里面的话 它这种作义可以对来世的作义也可以讲 如果对来世的作义来讲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我就思为善法 或者是思为恶劣的法 这样的话这个是来世的作义的因 如果是今生当中的作义的话 比如说下面还在讲饥饿的时候 人们都马上要饿死 马上要饿死的时候 有人说这个东西你不要死的话 他心里面一直作义 有食品有食品 没事 这样想的话 这也是一种叫做思事 思维的粮食 我们精神粮食吧 人们都觉得上师说一宝灾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含冷了 这就是精神上的一种粮食 实际上不一定上师如意宝住在这里 或者是其他的有些人住在这里 他身体发光 马上很多人都不用穿衣服 不一定有这样的热度 但是心里面有一种可靠 有一种安慰 上师一离开的时候 觉得整个山谷有种寒冷 所有的热气的上师已经带坐了一样的感觉 但是这个说明我们在座椅当中有一种精神的粮食 所以世间人文学家经常用精神粮食就是所谓的四食 那么这个精神来讲的话 以前佛经当中也有吧 有一些大上主到大海里面去报的时候 后来这个船只在大海当中已经坏坏 船只坏坏的时候 他们当时把海边的水泡 水泡是绿色的 认为这个是漏底 他们想现在我们有希望 可能不会死的 然后他们一直想往这边去 结果到了跟前的时候 原来不是真正的草地 是水泡 这个时候他就过于失望 一失望过后马上已经断气了 又断气了 这种说法 还有一般乌龟他下载的时候 他那个动物界当中是有的 然后这个时候他虽然住在大海里面 然后他下载的时候他就到海边来 然后他把那个蛋埋在沙漠当中 然后他自己还是去入大海 去入大海的时候 然后一般他的母亲一直心里面死为 死为我的孩子 他心里面一直没有放弃之前 沙漠里面的蛋不会腐烂 不会死的 一旦他放弃以后 这个时候那个就会死的 那个会死的 所以一般佛经当中都说 这个也叫做死死 也是一种精神量 他母亲没有放弃之前 他不会死的 但是世经论师 你们看知识里面 知识里面有一个辩论 虽然佛经当中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世经论师是他这样说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别人的事实已经成了别人存活的因了 因为他母亲的思维 已经成了孩子存活的因了 这样所谓的事实不是自己存在的因 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那么世经论师他自己怎么解释的呢 他说是刚才那个孩子 也就是刚才沙漠里面的他的字 他自己思维就是我的母亲不会放弃我 他一直这样思维存在的时候 他不会腐烂 不会死的 然后他一旦放弃了自己 观想母亲的念头放弃的时候 他会死亡的 这样才说的过去事实 不然别人的思维成了别人养了的因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这一点我希望你们还是翻开知识看看 知识里面跟佛经的说法稍微有点不同的 佛经当中说是乌龟把字下在那里 他没有放弃自现的话他不会死的 是这样讲的 但世经论师佛经里面究竟的意义都是 他没有比详细的解释 但是已经说这个原因 如果是别人的思维成了别人的因的话 这种是不合理的应该是 但他自己思维 但是他自己有没有这样 我们一般小孩子他要想母亲在很小的时候 没有这种能力 大家都知道一般有思维能力的时候 能知道母亲的时候 一般一两岁的时候 才心里面也是想这是我的妈妈 但是如果牦牛好像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就寻找母亲那里吸引牛来 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动物有些比人还聪明 人生下来的时候很长时间当中 都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吃的 有时候我都认为牦牛比人还聪明 刚生下来的角度来讲的话 人很长时间都是母亲要管他 母亲没有管他的话他就根本不行的 但也许动物的思维能力 很小的时候可能会有的 如果是牦牛的话 真正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母亲 他不跟其他的牦牛 一般知道他自己所生的母亲在哪里 他跟小人和小牛应该是小牛比较聪明 有这种感觉 也许是可能他的乌龟的证也有 当下也是有的 所以一般来说现在也是很多生物学家吧 生物学家专门观察比如说乌龟在那边下蛋的时候 他在上面打击好打击好以后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母亲又过来看一看 他原来下蛋的沙漠里面看一看 然后他就上面踩一踩又返回到大海里面去 尤其他是有一种缘起 现在科学家也是很多书里面这样吧 比如说东海里面的一个乌龟 他马上下载的时候他到西海里面去 他非要有很长时间 在大海里面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他每一年下载的时候必须到东海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不是前世的业力 现在有些科学家也是所谓的佛教的前世业力 可能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奥秘也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他这里的事实吧 事实大家都应该清楚这个意思 仅有有漏石 他所以上面所讲的这三种石应该全部是有漏的 没有无漏的 因为无漏不会成为轮回的因 那么这些上面所谓的这些事物 全部是我们存在轮回的因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无漏的这种事物 实之含义是 这能灵在世间存在之法 无漏法才能灭尽世间之骨 那么他们在三界当中 是哪一界当中存在的 三界当中都有的上面的这个事物 在三种事物都有的 前面的这个端诗只有在欲界当中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 看这个知识里面这么分析的 然后这个事实和端诗 事实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样 这个差别一定要分清楚 分清楚 那么中间这个呢 就是旁诗又一名 这个旁诗的话呢 就是麦彭仁波切和蒋洛特罗伯的主事当中 都是顺便提了这个旁诗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知识论 就是我们这个居士论的知识里面呢 他说是既然这个事物对众生有转生 众生安住有这个作用 还有呢就是他这个寻找中阴的 这个也有这种事物 因为他是这个义士嘛 义士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寻找中阴的这种作物 那这个寻找中阴呢 到底这个中阴神有什么名称呢 就是他的连接文是这样写的 就是因此你们看看那个《据述论》知识里面 所以这个世经论是他的这个 知识论的这个连接文呢 那既然是说是这个事物呢 就是依靠存活在这个世间当中 还有他呢就是可以求生 就是求转生 就是求转生这样的话呢 这个求转生者的中阴呢 有什么样的名称呢 就是他就旁边就是 我们有些人说话的时候呢 就是好像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马上把这个话筒 就转到另一个地方来开始说 我都经常有这种毛病 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 正在讲那个《据述论》的时候 有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话题 转到这个众管里面 或者是大圆满里面就是讲 就是所以当时世经论师也是一想到 首先是说这个事物呢 就是依靠这个事物而存活 后来呢就是存活呢 就是实际上是也有这个求生的 那么求生这种中阴神呢 有没有什么在什么其他的名称呢 哦 有有有 佛经当中是他专门有几种名称 就是所以他这个连接文呢 就是你们看那个姿势的话呢 就是比较好动 那么不然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有点突然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里 正在这个讲这个事物嘛 正在讲事物呢 那么中阴神有几种这个名称呢 就是中阵这样突然出来的话呢 就是好像有点就是怪 就是突然就是出来了一个 一个人那个就是说是这个 突然我路边门口呢 就是看见有一个什么是这个在家人 就是是不是这个阿修罗说的 后来呢就是原来不是阿修罗 他自己的戈壁 就是然后他天天都是堕塌 原来是一个 金刚道友就是不是什么那个落差 所以那个突然就他冒出来了的时候 是有点这个怀疑 就是但是呢不用怀疑 就是当时他的那个年轻文是这样写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旁俗也可以顺便提一下中阴神的义名 一乘求生及寻相 终有一戒兴成名 他中阴神有这么多的名称 有很多的名称 如果说时事对求生者有利 那么求生者是指的是什么呢 刚才也讲了 时事实际上是对求生者也是有利的 就是对求生 求生者指的是 比如说我们那天《前世经生论》里面 他的弟弟一直求生 得不到生处 所以中阴神叫求生者 他很想转生 但是一直转生不到 一直不能转生 这叫做求生者 那么求生者指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求生者是中有的别名 在中阴当中他有一种别名 也可以叫做求生者 我们这里不叫求生者 不然已经是个世老一样的 求生者不能说 为什么叫求生者呢 由于以化身而不依赖父母的不经众者 因而成为义成 为什么叫求生者 灯子里面包括吧 求生者前面已经讲了 他祈求转世 这个原因 然后灯子当中所包括的刚才那个一乘 为什么叫做一乘呢 当中也可以吧 下面就是求生者灯 但是他求生者前面都已经接生了 所谓的求生者是中有的别名 为什么叫这些呢 第一个是义成 什么叫做义成呢 以化身的 不依赖父母的种子 因为《中阴解脱法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他的意识就是顿然就出现 就突然就会出现了 这时候不需要依靠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抬生 必须要用其他的一些种子和义 但是中阴生他就顿然会出现的 因此叫做义成 中阴生也叫做义成 我们这里有一个如果有些道友的名字叫义成的话 他的名字叫中阴生 他就不依靠父母的不经种子 就是所谓的中阴生 以后也如果他的名字忘了的话 也可以叫中阴生 你来了吗呀 中阴生在吗 这样可以说 是寻觅本有的形象骨 所以求生者 求生者也可以叫 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不是原来我们最早的时候 有些金刚道友叫求生 但现在好像不在 这个也叫做中阴生 然后熏香之香气而称为熏香 因为中阴生他只有吃一些烧的烟烟 但是俱舍轮还有一些秘法当中说 我们没有回香的话 他就得不到 比如说我们死了以后 给他求烟烟 求烟烟的时候没有给他念经 没有给他念义轨 没有回香的话 他也吃不到的 所以他是依靠食物 依靠这种香气而成活的 住于私有与生有之间 他就住在私有与生有之间 故称为中有 当然私有与生有之间的时间 有些是短的 有些是长的 这个前面也讲了 以前戒律里面说 有一个叫做甘波吉比丘 甘波吉比丘在母台当中已经住了六十年 然后降生的时候都是满面住位 百发苍苍 所以在住台已经六十年 也有四十年 三十年 这些也有 但是有些很短的 也有三十六天就降生的 现在也是在有些 现在很多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气势 一种稀有的事 在三十六天以后 降生以后还是跟真人没有什么差别 他在台中的发育能力特别强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住世间 中阴的长短也有差别的 然后众生住在中阴 住在中阴界当中的时间 我们前面也讲过 凡是生有和私有之间 叫做中有 即将现前来生之国 叫现成 所以他这里面 专门把中阴的有几种名称 已经讲了 现成 有没有现成的名字 有没有吧 这些都是中阴神的名称 下面讲 必等者定数 为什么有四种事 其他都不用呢 下面讲 前二世为利益此世 前面的断世和出世为利益今世 增长所欲及能业 它的主要作用 增长所欲和能业 它相当于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有些佛经里面 这样比喻的 出世和断世 比如说孩子生完了以后 然后交给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话 以后孩子在生存完了以后的成长过程 主要是靠他的 是一模 所以出世和断世 终生在存活过程当中 就像是祈祷一模那样的作用 这个意思 然后唯因踏实而形成 就是后面的这两个世 也就是说是世事和世事 这两个世相当于也是母亲那样的 她生存的根本的因 母亲就是孩子产生的根本的因 所以对来世产生的根本的因 主要是靠意识和思维 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说 要么以此地而说 这四种事 为什么宣说世事呢 是此时心与心所所以 包括根在内的身体增长而宣说为断世 我们在即生当中 自己的心和心所依靠 主要是身体 依靠身体 包括我们的身根在内 那么这个越来越增长 心和心所不会毁坏 然后越来越增长 这个实际上是断世 所谓的断世 断世 大家都知道 我们经常说是吃得好一点 就是对心境好 应该是吃得好一点的话 就是对自己的智慧有帮助 信心有帮助 然后好像吃得越来越好的人 所有的证悟就马上会开发一样 有些人一定要吃好吃好 吃饭就是革命的本钱 断世就是革命的本钱 这是好像以前古人的说法 但是现在年轻人也是特别喜欢说一定要吃好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当中 依靠这种事物 一般来说是断世的能力 在七天当中可以 如果七天当中断了这个事物 断了断世的话 那么他的力量已经殆尽 力量殆尽的话 从此以后人会死的 所以现在有些绝世的人 在七天之前必须要救他 如果七天之后没有能救到的话 会死的 所以他的断世 因为欲界当中的众生 依靠断世而存活的 如果他的断世在七日之内还没有送伤的话 那一定会离开生命的 这就是所谓的 现在断世对身体和根起到增长的作用 吃得越来越多 身体越来越胖 最后变成乌龟一样的 只看见死者 然后肚子特别特别大 乌龟胖不胖呢 还是有点胖 走路的时候都是 为了增长能义的心与心所而 刚才是我们所谓的身体 所谓的身体要断世 然后为了增长能义的心和心所 为了我们的心和心所能增长的话 它出世 出世的话 刚才也讲了根和石 然后经三种结合的话 那么我们的心是可以存在的 如果我们的根和经和外经 这些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心就是没办法 所以它能以继续存长的话 佛陀在佛经当中已经宣说了出世 也就是说 主要是为了生存 在世间宣说断世于 现在我们生存吧 刚才我比喻成姨母一样的 姨母孩子继续存存 继续让他活下去的话 姨母天天都是灌他 应该灌他 这个是出世和断世两个 然后为了后世 为了因后世故所施 施施刚才说的作业 作业也有尽失的一些 但是一般来就是为后世的造业 这叫做施施 释迦牟尼佛佛经当中讲 生业也不是很重要 愚业也很不重要 施业非常重要 所以为了前因后世的话 我们这个施业 这个施业相当于是一种施品一样的 有了施品的话 这个众生会存活的 那么有了业的话 在这个轮回当中 它就一定会是存在的 所以就叫做施施 施维的这种事物 依靠有业前因知识而形成后世 叫做施施 那么有了业的话 依靠业 然后我们的意识开始入胎 如果光是业和没有意识的话 光是父母的不经种子聚合的话 也不可能终因生存在的 没有意识的话 不可能形成众生的 然后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因缘具足的话 如果他的事实不具足的话 也不可能的 因此这种众隐身在整个虚空节已经变满了 这是我们有些《皮拉尔经》当中也是有的 现在有些人认为科隆 有些科学家是新创造的一些众生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只不过他们把科隆的一些因 有些众生性的身体方面的因 他们可以能观察出来 那么这些因缘具足的时候 众生随时都是可以形成的 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 超市已经具足了 但是众生的形式如果在中阴界当中 或者是整个世界当中是没有的话 众生也不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形成的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的原因 它可以形成的 这一点的话 以前不是曼高巴看水里面 水里面众生特别特别多 但是他不该摇水 后来佛陀说 你不要用这个神筒来灌 神筒来灌的话到处都是众生 你坐楼都不敢坐 吃饭的话 一个师团里面有很多众生 你不要灌那个神筒来说 说神筒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饮食什么都不方便 肯定不行的 你不看见就可以了 反正吃就可以了 众生吃就没有什么事 佛陀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的这些人 就是科学家的话 他对身体方面的一些结构构造的话 意愿是他就比较精通的 然后他对意识学方面还不足 然后认为我们有些佛教徒 也是认为所谓的科隆 是不是对佛教的意识形态有没有危害 因为是他没有具足覆没的 不经种子的时候也是突然可以产生 所以会不会是有新的产生众生 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 大慈大悲的佛陀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给我们已经指示了所谓的世事 所谓的世事 还有前面所讲的世神 所以世神和世神的概念 如果动达的话 现在科学对身体方面的因缘 可以说是通过研究聚合 但是中阴神随时都可以爆发 随时都可以出现 所以在如台的时候也是 中阴神在台门的话 就像是冬天雪花纷纷一样 成千神万个众生在那边求生 所以如果有神通的人看的话 那么随时都是中阴神 是无法衡量的 无以计数的 所以这么多的众生随时都是可以出生的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 佛人在这个地方是意识没有入境 所以意识没有入境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在这个因缘聚合过程当中 没有这个意识的存在 那么这个光是一块一个四大 存在这个意识 这也不可能的 因此现在他们研究科隆的很多科学家 也是有些时候把科隆的这些 比如说羊或者是人 身体当中的所有的成分 养量全部具足 但是为什么是它这个意识发挥不出来呢 有时候不成功 因此很多科学家也是从中也获得失败 经常失败 有时候这些因缘具足的时候会凸生的 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 我们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利 很多一些藏的东西堆在这里的话 这里面肯定产生很多很多的众生 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虫就是我们科隆出来的 因为我们自己有几个不兴奋 然后放在屋子里面的话 众生突然在不兴奋的草食当中 众生可以突然会冒出来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虫就是我这个创造的 因为不兴奋是我拿来的 拿来以后这个虫是我创造的话 那是不是我得科学奖呢 如果得创造人的得科学奖的话 其实创造这个虫也应该可以得科学奖 所以我们如果这方面我觉得非常必要 我在具具年的时候也觉得是所谓的科隆 对佛教的意识形态有没有危害 这个问题上面你如果没有研究的 大概而说的话 真的他们把公养和母养的 有些身体的部分的一个切片 就是在通过配合以后 正是已经消养了生出来 或者人也是现在科隆出来 在国际法庭现在只不过是不让 如果让的话这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实际上是在所有的众生 只要因缘聚合方面 我相信现在的科学也是 真是有很多不错的地方 尤其是社法方面 研究社法方面 所以我觉得他们只能对设法方面的因缘聚合 有一定的研究 其他心事如今方面 它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众生的心事如今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清楚 所以事实和事生 这两个问题如果动达 具世论和音明当中的事生和事实 这两个问题如果动达 现代科学的有些所谓的 创造新生命的这种概念的话 也可以能破掉 他这里这样讲的 后世主要是以产生事件 因而宣说了后而世 因此按次第来说是决定有事实 这些事物均是主要而言的 实际上是断世与初世也是是见解因后世 实际上我们现在断世和初世的话 他也是见解因后世 直接没有饮 但是见解也可以饮 我们现在吃饭吃得越来越好的话 以后可能是下一辈子 我的钻石今生当中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吃肉的话 下一辈子我的活佛也可能喜欢吃肉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从见解来讲 还是有这个差别的 有这个差别的 因为以前弘颜有一个活佛 他们都认为这个是真正他的前世的 因为从小的时候他不喜欢 他的前世一定也是不吃肉 他一辈子当中是不吃肉的 然后他自己以前说过 他在其实当中是没有吃过肉 后来他死了以后他说 我的化身肯定会有很多辩论的 但是我死了以后不吃肉的可能是我 很愿意我发愿不吃肉的人 后来他认定化身过程当中 认定活佛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辩论和争论 但是有一位他从小的时候一看见肉的时候 他就想吐一直没有吃过的 很多人认为虽然他没有得到前世的名称 但是人们心里目当中应该是这个 尤其是有些老年人他以前记住他的遗嘱 所以很多人都这样 所以前世的习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里短食和有些初食 也不一定全部是今生当中的一些因 还有对来世也带来一些不共的作用 也可以叫做对来世的因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他这个简介就是因何事 原因是依靠他而产生烦恼 有这个烦恼可以积业 比如说我们现在吃肉的话 依靠很多的烦恼 以后也造了很多的恶业 所以短食也积很多的业 如果积很多业的话 刚才跟那个世事没有什么差别了 世事与世事也能使众生逐留 据说遭遇严重饥荒的父亲为了不让两个儿子 一起死而执着装灰尘的口袋说是自身面粉 这里有这个公案 然后饥荒的时候不是两个孩子马上 这个莫彭仁波切智智如门的注释里面也是用过 他在屋子里面装满灰尘的一个口袋 放在前面 他说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有吃的这些全部是脏吧 面粉 你看有这么两大口袋 你们孩子一定要到时候可以吃到时候可以吃 一直这样说的 然后两个孩子也是心里面想 哎 我们没有什么肯定会有吃的了 一直心里这样 两个儿子也是心里存在着有面粉的念头 而一直没有死去 当他们知道这个真相 原来是灰尘 不是真正面粉的时候 感到无有希望而是便死去了 今天就死去了 这一疗疯的骇是分开 自己的验子 在于草原来说 尸译钱 像它们就不过 在于草原来说 你未来说 就是自己人的神作 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